又买了一种肉回来 就是这个佛猪 我是打算把它种在这个小缸里边 这里有一个像大碗一样的东西 这个拿来养花是不是非常的好 里面还有花纹哦 非常的漂亮 然后让它往下面长 这样的话 等它长满的时候 就像从这个缸中 倒出一种绿色的瀑布来 应该非常的漂亮 先在底下垫一层桃利 因为这个底下不好打这个排水孔 我就多垫点这个桃利 这样应该差不多 再加这个多肉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你微信搜一搜立下原意就可以找到了 土加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再把这个佛猪种下去 捏到它的根 根好长啊 这样就种好了 最后再给它铺下面 如果不给它铺面的话 这个泥的话可能会容易往下掉 然后这个肉贴在泥上面也容易烂 绿色的水分 蛇 巾 小摆 咀 子 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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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就铺好面了 现在不给它浇水 过几天再给它浇 种下去没多久 我发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 之前这些珠子都是非常干瘪的 现在非常的饱满 然后又长了很多新珠子出来 大家看这里这里这里 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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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部都是 再仔细看 我发现之前裸露在外面的气生根 它自己都扎到了这个土里面去了